走在庙洞夜市旁的复兴路 抬头看悬挂半空中的就是装置艺术伞 一整排串连起来八百多只相当的壮观 只是台米开风过后大片散海残破不堪 随风摇曳 散面变形垂吊 甚至有的散骨断裂 骨架一根根裸露在外 散海接近成为庙洞夜市的亮点之一 近千只的装置艺术伞 遭到台风摧残三个星期过去 还是这样的状态 走过路过的民众与游客看到这一幕 生怕上演天降破散 商圈主委透露目前预计会先进行拆除作业 也承诺在九月初就会再次换上一批新的装置艺术伞 重现场景也保障游客安全 三地新闻曹圣章 黄地亚台中采访报道